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学员们大家好 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积电工程管理食物的进展课程 然后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个考试的一些知识点的一个重点 以及考试一些提醒等等 那我是这堂课程的指导老师侯心理 那么这一期的学习呢 先按照19年的那个教材来进行 不管是19年还是那个我们20年的那个新教材出来 那个这一个章节是没有变动的 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三个章节 第一章有四节二十幕九十分 那前面在那个预课的那个导学课程的当中 有给大家介绍第一章是最重要的 还没有进行导学课程那个学习的一个学员 建议大家先看一下导学课程 对课程有个基本的了解 会帮到大家 怎么来去进行下面的一个经养课程的一个学习 那第二章一共是十五目 这一部分的学习对大家来说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精综一点 都是一些管理上面的一些的知识点 占分呢也是比较高的60分 第三章没有多少页 然后一共是五个目考试的话 分子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 但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内容不多嘛 然后学习起来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轻松的 那现在给各位学员介绍一下教材的章节与考点的一个重要度 那其实在导学的部分 每一幕的分子的分布和复习时间的一个建议的这一个板块当中 已经有所涉及一点 那这里再强化仔细的细分一下 更能够帮大家了解在这一幕或知识点当中考分是占多少 然后你自己考量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所了解这个部分的专业 然后可以合理的去加重点 还是可以看看一幕就过的 这个自己有个掌握的程度在里面 然后第一节材料和工程设备 这是我们的后面专业技术的一个基础知识点 包括第二节的专业技术部分 这五幕是打基础的 然后其实这五幕对我们各个不同的专业做干活的专业来说 不管是搞智能化 大家还是搞电梯 大家还是搞消防的 都是一个基础的知识点 也就是说别人是会比较很清楚的会了解这个知识点 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虽然是不重要度不是很高 你也是要去把它好好去进行一个学习的 不至于就是说你这里丢一分 可以放弃掉那里丢一分 那干脆就不要考了是不是 所以还是要比较去重视它 从战略上来说 像这种重要度一颗心的点的话 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里面 但是书是一定要去看的 因为这一部分的话 从分子的预估上一看就是单选题 对吧 单选题似曾相似就可以 似曾相似 似曾相似 你也得相似 等认识它 得去看它 对不对 那那个第二节的工程的专业技术 有测量起重焊接 给到大家的分子的预估上面显然是有什么题呢 是有案例题在里面的 那么有案例题在里面 从考试的难度上 它肯定是什么 上升了一个级别 对不对 从历年的考试的来说 起重和焊接是在案例上面是经常考的 以前都没考过测量 从去年开始测量也考了 那去年课程当中何老师也就讲测量一直没考 这两年肯定要开始考 但是考试的话分子不会太多 所以我们就是重要度上面就两颗星 然后再少为比一颗星多一点 两颗星少一点这样的难度 然后其中的技术一直是重点 焊接去年没怎么考 所以今年是要特别注意一下的 而且焊接学起来的话 对大家来说 因为技术都太专业了 所以你在学习上面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第三节工业机电工程的安装技术有九个目 这九个目分子的分布的情况的预估给到大家了 然后在学习的上面的话 像防腐绝乐都是一些那个单选期的一些形式 所以难度显然就是可以就是说战略上少为就是看看他 认识一下就行了 甚至是听完课听一遍到考前充斥的时候 跟着老师再走一遍就能够过的 然后像难度比较大的就是一些高分值的案例的这一部分 是要特别注意的 像尤其是电 电对大家来说好像就是那个空气中跑的 就是说自己有点摸不着的有些知识点 不太能够有一个实惠的东西在那里想象 所以学习起来其实还是有点难度 从考试的分子来说 也是经常会考一些大分子的一些案例 甚至是一些做土啊上面都在里面 所以我们在难度上等级上面是给到一个比较那个难度大的一个点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专业的 比如说静置设备啊 然后发电设备啊都是一个小专业的 不是那大部分学员都是做过的啊 基本上学员都没有设计到过 所以这两年考试的分子的话一直不是很多啊 像静置设备的话 15年的时候考过一个比较大的案例 然后之后就没有怎么考大分子的案例啊 这两年还会这样考一些 比如说一问啊半问啊这样子的 第一章的激连工程技术的第四节是建安的部分 这样部分对大家来说可能是更多的学员是 相对来说是比较了解这一块的 所以对今年考试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 因为你们前面看一下 我这里的评分都没有达到那个三级的一个难度 也就是说因为去年的这一部分的话 是考的分时是相对来说是什么 都是偏多的啊 所以今年会平衡一些 平衡到哪里啊 平衡到建安上面 那建安上面建筑管道啊 有部分是和工业的是有相同的知识点在里面 所以学习起来虽然分子比较多一点 跟工业的前后一学 然后相关的知识点再巩固一下 重要度是很重要 但是学习的难度可以说并不是太高 大家接触的也比较多 比较容易掌握 然后建筑电器这一块也是的 可能会有些高分子的 那么通风空调这一块 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说了 一直在考案例 而且前几年的分都相对来说都很多 有一年都考到快20分了 17 18分的这个样子 所以 那么因为我们前面讲过 那个在导学课程当中讲 基建实物这一块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考过的不重复考 那么通风空调的这一块几乎是该考的都考了 现在确的是什么 导学课程当中讲过的 16年的规范改过的地方 而教材上面 19年的教材是没有动它 看2020年的教材有没有这一部分的增加 即便没有增加 课程上面我们老师也会增加给大家讲 因为这一部分也是非常容易出题的 所以难度等级就稍微拔高一点 智能化的里面的话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分值在里面 但是这一块暂时先待定 大家暂时按照多选题的那个 这个预分的估值的方式去进行学习 然后到了冲斥阶段的话 老师在课程上面再给大家补充一些 需要大家掌握的一些案例什么 电梯和消防上面或考选择题或者考案例 所以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稍微有个数 那么第二章 你一看这个老师给到的一个表格上课 颜色都不一样 为什么会颜色不一样 因为它有一点它的一个特殊性 比如说我在这一幕的当中 激烈工程项目管理的程序和任务 分者有几分啊 零到两分 为什么重要度给的这么高 两星呢 拱中就三星 它已经在到两星 这是为什么 这一部分你是必须要去看 看了以后 对于这一部分就有个大概的了解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什么 你要做知识点的一个铺垫 它是一个先导一个框架的 你要先去看 先要了解它 所以这种重要性是在这里面 而积淀工程的施工的资源管理 相对来说分子也是会比较多一点 老师为什么只给到了一星 因为这里面的知识点 只要你听过就一定是马上就能记住的 从记忆的难度上来说 它是重要度就降低了一点 而施工进度的管理 您到时分 或选择题或案例 分子也是蛮高的 照理说这里应该是要三星了 对不对 但是我只给到两星 这是为什么 进度的上面 你听起来好像很难 画图也难 给到你一个工作的关系 画网络图搞不定 算总是还有搞不定 其实你只要听了课程 掌握了老师教的这种简易的方式的话 只要会了就会了 不像其他的文字性的案例的部分 是需要你反复去做的 去做记忆的 这个不需要 听懂了 绘画了 永远都不会忘记 这个有个 这个好处在里面 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这一幕 积淀工程的施工 欲结算 近十年来都没有考过 所以这一部分可以先作为一个什么去处理 放弃 我课程当中会讲这一部分的知识点 挑一点 一小点的重要的讲 你也可以采取看都不看 到冲刺阶段再说 计刃工程 施工现场 职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的这一块 给到的分值的预估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会给到这么高 去年这一部分几乎就没有怎么考 但是教材上面去年是新增加了钢结构垮 它的这个风险的因素和出了这个事故以后怎么去找原因的知识点 但是他没有考 所以今年和明年是一定是什么会考的 所以这一部分大家一定要注意去掌握知识点 而且这个知识点和前年的施工的技术是什么 是有关联的 这一部分 即便工程的施运行管理两到七分 要么考选择题或者是一些小的案例 但是这一部分学习起来是有难度的 不好记 这个施运行的内容 比如说笨的施运行 风机的施运行 压缩机的施运行 你的准备工作哪些 要给到一些什么条件 施运行之后要达到什么条件 这个知识点是不太好记的 里面有很多数据类的东西 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有一些复习的一个策略在里面 你的学习的时间可以放在往后靠一点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记忆度当中 可以减少这个时间 能够有效率的去学习 然后进攻验收管理的这一块 考点来说不太好把握 就是就按照我上课的经验来说 要去选考点的话 我也不是很容易搞得定的 所以这一部分就目前经讲的阶段 我们重要度把它放在这里 可以作为一个简单的学习到充施阶段 再给大家做一个强化补充 保修与回访 这一部分知识点很容易学 而且比较容易掐得准一点 第三章相关法规与标准 第一级是法规的部分 那么质量的一到三分 有一些小分子的选择题 或者是一个小那个案例的这个重要度不是太大 而且比较容易好记知识点 因为技术设计的技术部分不多 然后技术用电和施工的法律规定化里面的知识点的话 分子占的不多 但是要好好的去看 因为为什么它和安全的部分 还是有一些相关联的知识点在这里面 那么可以就说 把它一心到两心的这个重要度去进行学习 那么这个情况的介绍 就是大家先了解一下 重点关键是在哪里 关键就是你的知识点 怎么去进行一个学习 对吧 那我们的课程安排是什么 就是知识点和考点 给大家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介绍 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一定会给大家介绍到 这个知识点在考试的时候 你要注意的干扰项是什么 因为你只要这样精准的学习 你才能够应对什么 应对考试的时候的题目 选择题干扰项在哪里 案例背景当中的表述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一定要精准的学习 那我们先知识点给到大家讲了 然后注意的干扰项也给到大家讲了 然后还会给你一个考点的一个总结 这一个条目的当中会有哪些重要的知识点给出来 这部分给出来的话 我在课程上面还会挑里面的总结出来的点 也就是前面讲过的这些考点了 做一个复习快速的复习 然后这一部分给到大家还可以有个什么用处 你课后的复习巩固 可以从这个考点的总结的标题性的东西 自己拿上白纸 自己写一下 我听完课以后 老师给到复习的这个点的内容 我自己过个三十天能不能写得出来 所以这是可以作为你的什么 你的复习用的 非常非常有用 那么在复习好以后 会给到大家做一部分的知识点的一个练习 那么这个练习既进行了巩固 其实还有个作用是什么 给到大家了解这个考点的题型是什么样的 它会怎么出题 你了解了题 了解了题型 然后了解了它的干脑项在哪里 然后越来越熟悉它 越来越了解它 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很顺利的去应付考试 听课 最忌讳什么 我上课就是来划划书的 然后我再找时间自己慢慢看 不是这样的 我们前面讲过 你知道考点还要知道什么提醒 要知道关键词在哪里 这些关键词就是会给到的干脑项 你的一些干脑项在哪里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精准的学习 同时做一个训练自己强化记忆的能力 那么可以说你通过三四个月的学习训练成什么 到考前学校给到你一百道题目两百道题目 你能够快速的和顺利的坐下来 而且坐下来了以后三四天都不会忘记 要训练出这个效果来 上课不是光来划书的 但是书要不要划 肯定是要划的 然后划书的话 其实也是有技巧的 你课程是要听什么 听好几遍的 所以你第一次听课的时候 不能够用深颜色的笔去划 至于用点浅颜色的笔铅笔 或者是一些有颜色的绿色的浅蓝色的笔 在书上做一些标记 然后第二次的话 你可以再增加一些浅颜色的荧光笔 把关键词再把它圈出来 然后第三次看的时候 进入你眼睛当中很容易的什么 这些荧光笔的关键词就到你眼睛当中去了 会你刺激你的大脑的神经 一次两次的去进行一个复习 那最怕学员是怎么划书的 比如说我在听课 给到你这个课件 我是每一页的PPE 对不对 我在讲课的当中 好 老师讲这个知识点是重要的 它划书是怎么划 从头到尾就是这样 蹦蹦蹦 没有任何关键词的 从头到尾划出来的 这个只是起到什么用处啊 这个知识点可能要考的是重要的 但是所有的干脑像都什么欠缺的 关签子在哪里都是欠缺的 所以千万不要用这种 从头到尾的划 建议大家用什么方式去做一个划书呢 好 老师在讲这个知识点 我只要讲的点都是没有考过的点 然后考过点后面都会标注是哪几年考的 即便标注出来也是提醒你这个点是有可能从必要考的 我为什么单单就选这一年的 对吧 其他的题不选呢 所以一定是有它的含义在里面的 那么这个知识点是重要的 要进行学习的那么你就在这个知识点上面做一个什么 小勾要进行学习 然后讲课的过程当中 你看PC当中是有不同颜色的 那么你打印的时候可能是黑白的 那么这里你就是给到不同颜色的白色的这些字体呢 就是很关键的这个点是容易考的这些点啊 干脑像也可能在这些白的字体上面 所以你就对应的在教材上面去圈出来这些关键词在哪里 哦 圈出来了以后 这一部分的点的话你对应的也要去做一个什么 要注意 这一个品须增强的是按照什么 按照材料的形态的 然后这个金属是按照什么 按照增强材料 这两个显然是不同的体干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就一对一的很容易去知道他 这个知识点我要注意哪里 这是书该怎么滑 我们后面的课程当中还会提示大家 你要注意哪些考点的 你就做一个关键的 有些的话你还是需要做一个什么 教材上是很大段落的 有些关键词 自己要去什么 去圈一 圈二 圈三的去圈的把它圈出来 然后 关于每个上课时候的每一页的PPT 我是没有标注 教材对应的页码是什么 如果不标注的话 学院听课当中肯定是什么不利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里面跟学员解释一下 我们这堂课是为了便于各位学员提前学习 我们新的教材还没有上架用的是旧版本 这个受那个视频课程技术上做页码修改的这个工作量的限制之外 不便于标注页码 那么你在上课之前到课件下载的这一个的按钮当中 下载下载的课件上面老师会给你标注对应的知识点的密码啊 该我们做好的啊 我们都会去做 然后等教材上架以后 你再去下载一份改过页码和改过内容的课件 可以再听一下我们那个新的补充的一些啊 知识点的一个视频课啊 这个这样的话就把两部分的那个内容都结合起来了 既不影响啊 各位学员学习又能够极简提前量的学习对大家来说一定是什么有利的 毕竟这个考试的难度在这里面对不对 然后你像春节期间大家放假的这么多天 如果你不出去旅游的话啊 对自己的职业是有个很好规划 一定会用这个时间去好好的去一个整的时间去学习 这样的话啊 这个提前学习还是真的是很有利啊 这个说明一下啊 因为学员说这个PD上聘课的时候都没有页码 我找都找不到啊 你可以看一下你下载的PD 那个上面是有页码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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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